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全过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从选位、大窝、调漂、钓鱼 一次性的给大家分享出来 看一下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钓位 经常是一百多号人 今天就一位钓尔在那里 这一段时间的天气 这个鱼大多还会上浅滩 因为春季肯定是以密室为主 所以什么地方食物多 它会跑到哪里 这是一个水库 这边在修桥 也等于是个枯萎的 基本上从上面吹下来的一些饵料 一些树叶都会在这个地方聚集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鱼比较多的地方 只要温度合适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可以的 我们先来找一下底 找底的作用就是探下水深 看一下水底的地形 这边是比较浅的 往右面一打就会深 因为这个地方我以前钓过 对这个地方比较深 所以我们今天就吹吊这个深浅交界的浅的一面 确定好深浅以后我们就开始打窝 因为我们煮掉的是鲤鱼 窝料还是以这个大米为主 然后加点商品 不加商品的话 它刨不出去 一定要加点商品 等于给它搅拌一下 就可以刨出去 这种窝料多不多 一盆 少兑点水 让它稍微吸水着两三分钟 这样能捏成团就可以了 我们等一下给它打下去 然后用蚯蚓和红虫做掉 如果小鱼不闹就用红虫 如果小鱼闹就用蚯蚓 我们等一下让它能捏成团了就打下去 好了能捏成这种团就可以了 这个团呢在水面是一团 到水底就散开了 不要捏得太大 乒乓球这么大就可以了 大了不好刨 而且动静太大 好了 差不多 对着我们的浮漂 左右 各打两个 打得稍微散一点 因为这个滑漂钓鱼不建议打那么密 我们就对着我们的资料 我先看 我们的资料 我先看 我先看 你看 我先看 我先看 知道 好了,静等发屋,再留一点,如果渔情好的话再去 今天调的是两木,挂上蚯蚓以后调的是两木,钓的是两木半 今天用的是1.5的主线加0.8的紫线,我在这个地方打了个结 千钉就是7颗的,还是单钩铜线,但是紫线稍微小一点 然后我们就挂蚯蚓,如果是蚯蚓比较小的,我们就整根挂 如果是蚯蚓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结成两结,分开挂 像这种路,我们就直接挂一只 让它包满整个钩身,然后留一截出来 就是这样 中鱼 那边有人伐木啊,声音特别大,但是不影响啊,可能这个鱼也听得习惯了 真苦啊,兄弟们 中鱼